嗨,大家好,这里是畅畅 听说令人心动的Alpha 3要开播了 哇,我现在整个人还是挺期待这个节目的 因为这个令人心动的Alpha不是一场 一个职场观察类的节目吗 然后其实就挺好奇他要怎么拍 就是医学生,医院算是一个职场嘛 他们要怎么拍医学生在职场上的表现 每天拍他们被主任骂,查房被骂 被病人家属骂,被护士骂 然后给病人换药 然后在电脑上写病例,敲病程,下医嘱 送病人做检查,这些东西嘛 我也不知道他会怎么拍 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期待的 为什么,因为比起这个节目本身 我比较好奇会是什么样的人 能够去参加这些节目 就因为大家,研究生呀 大家的临床科研压力都很大呀 谁会在压力那么大的情况下 还有那么大的精力去参加这种节目呢 而且我觉得参加这种节目是有风险的 就是我觉得有可能会翻车 或者是爆出来一些瓜 因为有可能参加这个节目的人 可能正好是你周围同学认识的人 就像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 六个人就可以,大概就是像这么说 六个人就可以成为一张关系网 我总觉得,然后可以参加这个节目 说不定能吃到一些什么瓜 就我自己想的,我也不知道 就比如说叉叉叉是个渣男 叉叉叉跟谁谁谁谈过恋爱 叉叉劈腿 叉叉在我们医院怎么怎么样 风评怎么怎么样 就这种瓜,真的好期待啊 我觉得吃瓜比看节目本身更容易 更让我期待 然后还有就是我真的等节目播出之后 真的要在PubMate上去检索一下 他们到底有多少文章 小声说 如果你想关心一个人过得好不好 就去PubMate上检索他的文章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样 老师畅畅,拜拜 今天来打卡一家川菜馆 刚学完阿语言出来 内心满满充满了小问号 为什么医学生还要会编程 为什么不能找到专业的人去做 今天听了一下 听到了那个什么描述性统计函数那一章 然后整个人就开始不行了 基本上没有听懂